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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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o,我们看一下1知识习题的第9题 題目跟我说,现在有个二次函数 f 会等于as平方 加bs加c 然后这个二次函数 f 图形的顶点坐标 会是2-3 然后这个二次函数 f 图形也会通过另外一个点 它的点坐标是3- 題目要问的是,实数 abc 的值分别会是多少 这题来说,有个很重要的线索在于 我已经知道 二次函数f 图形的顶点坐标 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假如说你已经知道 二次函数图形的顶点坐标 那我们要怎么去找出 二次函数y 等于f 呢 现在的话,我假设说 二次函数f 图形的顶点坐标 会是hk 这样的话,我就可以假设 二次函数y 等于f 等于a 乘上s-h 乘上s-h 再加上k 有以上的观念之后,我们再回去看题目 现在的顶点坐标会是2-3 所以h 会等于2 k 会等于-3 所以,我就可以假设 函数y 等于f 等于a 乘上s-2 刮5-3 然后,题目也跟我说的是 二次函数f 图形 也会经过另外一个点 它的点坐标是3-5 所以,3-5 带入我假设的函数里面一定会对 因为它会在二次函数的上面 所以,我将3-5 带入y 等于f 中 我可以得到的是 -5 等于a 乘上s-3 就来3-2 刮5的平方,减掉3 然后,我在等号的左右两边 我再整理一下 等号的左边还是维持-5 等号的右边a乘以1-3 所以是a-3 这时候,我在等号的左右两边 共同加上3 我就可以得到a 会等于-2 我已经得到a等于-2 我就带入我一开始假设的函数里面 我就可以得到f 会等于-2 乘上s-2 刮5的平方,减掉3 然后,s-2 刮5的平方的话 我可以知道是s平方 减掉4s加4 然后,-2的话 我再分配进去 所以,我可以得到的是-2s平方 加8s 然后,减8 然后,最后面还有个-3 所以,最后就写-11 因此,f 会等于的是-2s平方 加8s-11 然后,题目一开始跟我说 二次函数 f 会等于ax 平方 加 bs 加 c 我对照一下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a 会等于-2 b 会等于8 c 会等于-11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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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